歡迎大家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上集還跟大家講完 Switch 誒,講壞話,大家很開心 雖然多 Views,但似乎大家都不太喜歡 Switch 今集一定要跟大家介紹幾款不同的遊戲 然後再跟大家深入地分析 Close Record Violence 好,立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玩恐怖遊戲的時候 大家很喜歡說遊戲會嚇到賴屎 但真的可以嚇到賴屎的有多少隻 不過我這樣說,Outlast 一定是其中一隻 Outlast 2 大半年前出過 Demo 玩法跟第一集類似 玩家要隻身去到黑暗又恐怖的地圖中探索和查案 在黑暗的環境中 還要用一個有夜視功能的攝影機才能幫你看到東西 單單是那種死人夜視 Filter 經過它之後,所有東西都變成鬼死那麼恐怖 上一集的遊戲中 敵人的樣子通常都古古怪怪,真實感又不高 但今集的遊戲畫質就比上一集提升了很多 而且敵人的樣子亦都越來越真實 令到玩家的投入感不知不覺地大大提升 但你可能會說 其中所有恐怖遊戲都是一樣的 當然不是啦 Biohazard 7 你拿到散彈槍之後 遊戲立即由恐怖遊戲變成射擊遊戲 但Outlast 由頭到尾你只能夠走路 恐怖遊戲最大的恐懼 我自己覺得就是來自無助感 面對著來勢洶洶的敵人 有什麼比手無寸鐵更加無助呢? 開發公司之前還集資做了一隻 遊戲專用的資料片 以防大家打打機、括弱機突然失控 看來開發對這遊戲的恐怖程度非常有信心 4月底大家試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小時候不知道大家最喜歡玩什麼音樂遊戲呢? 其實我自己接觸跳舞機和吉他機之前 第一款玩到的節奏遊戲就是這款PlayStation的動感小子 這個什麼都要高清重製的年代 我終於等到它了 上年PSX 其實都已經有它的消息了 遊戲更加會支持4K的畫質 可能有巴打就未接觸過它 其實動感小子就是跟著一個節奏按按鈕的音樂遊戲 玩法當然沒有現在的音樂遊戲那麼多變 不過它的搞笑畫面和故事 就的確影響了入後很多音樂遊戲的發展 而且今次的重製價錢亦非常親民 只不過是賣1800日圓 所以未玩過這款遊戲的朋友就記住試一試 除了動感小子之外 Laku Laku 和帕藤峰亦會重推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有差不多遊戲之力的話 今次就可以靠這款遊戲向年輕朋友展示了 香港本地製作的手機遊戲近年就越來越多 不過與其玩那些所謂的大作 不如玩夠貼地夠抽水的遊戲 有時更過癮吧 香港人可能等到2046年都未有機會選特首 不過那時候不如試試用手機遊戲先玩吧 手機遊戲我要選特首其實是一款TAPTAP遊戲 玩家就要瘋狂睹個屏幕面 幫你支持的候選人 儲人氣和儲粉絲 不過除此之外玩家就更加可以升級不同的技能 令到系統自動幫你提升人氣 每個技能的名字都抽水抽到爆 如果你有留意香港新聞的話 你都可能會回心微笑 遊戲中有一個系統可以讓你即時看回 你所支持的候選人現在有多少粉絲 在現在未有得選特首的情況下 玩著這款遊戲頂一頂人都可以 今集就試一些新的東西 跟大家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評論 今星期我想大家最有興趣入手的遊戲都是Ghost Recon Violence 今集就給大家分享一下我玩了一段時間的評價 如果你是Ghost Recon 的粉絲 我想你對今集遊戲會絕對失望 因為它已經完完全全變成另一款遊戲 不過如果你不當它是Ghost Recon 這樣看 你會發現這遊戲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品 作為世界上最強的宣傳片公司 Ubisoft 今次終於做回一件好事了 Ghost Recon Violence 的宣傳片 重現程度起碼都有八成 畫質絕對值得一讚 遊戲的地圖亦是史無前例般大 玩家在故事中要跟另外三個隊員 潛入一個黑警一家的國家 一步步擊殺毒品集團的各個頭目 遊戲中每一個頭目都有自己的故事性格及背景 那個勢力程度及故事性 在射擊遊戲中真的相當少見 玩法方面 Ghost Recon Violence 我就覺得有少少Division影子 UI、造人Morale及升級等等 遊戲中毒性非常高 而且可以個人設定的項目也非常多 好像我這類偶爾會打WARGAME的朋友來說 一定會極速上癮 外觀設定中令很多軍事迷都可以花幾個小時去砌自己的外表 而且槍械設定亦是射擊遊戲中比較深入及複雜 對Gamer來說可能有點重口味 但對槍梅來說絕對是一個非常有趣及吸引的項目 另外這遊戲的玩法比其他射擊遊戲來說更加講戰術 過幾月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Ubisoft 出了一條某路紅人的宣傳片 那時候我還跟朋友說 Ubisoft 出了一條某路紅人的玩法 玩什麼戰術 抱歉,我錯了 今次遊戲與其要玩家鬥用猛鬥射擊技術 我覺得團體合作更加重要 由於這遊戲的AI的命中率高到瘋 玩家是不可能跟其他射擊遊戲一樣 不斷衝過去然後靠熱血肉薄 我自己就覺得更加需要無聲無色的擊殺對方 在敵人報告互相照應的情況下 玩家只能靠戰術將敵人一次同步擊殺 在這方面,Ub 下了很多苦工 如果跟朋友合作的情況下進行任務 你就可能要跟朋友一起聊戰術 這個樂趣就軟勝其他橫衝直撞的射擊遊戲 可以制定戰術,自由動物很大 沒錯,玩家可以制定任何方式信攻 可以潛入、突擊、甚至空降都可以 之前我跟朋友玩的時候試過正面突襲 又試過火力壓制 甚至試過用不同的賽具一夜炒在別人的基礎上 所以如果你不是那些戰術型的玩家 用GTA式的進攻方式都未嘗不好 好了,到最後讓我總結一下我自己對這款遊戲的評價 首先優點方面,我覺得下制項目非常多 玩家可以重現自己打遊戲的裝備甚至槍械 多人模式時亦可以用一些很深度的戰術 而不是單單亂寫 第三就是這個遊戲的故事性非常強 亦是同類遊戲中的小見 當然最後最後畫質就非常英俊 亦沒有令玩家失望 有優點當然有缺點 缺點方面,首先地台大到瘋 每一個地區都有一個Boss 遊戲有20多個Boss 每一個地區由另一個角到另一個角 開車的時間都起碼要幾分鐘 有時真的開車比做任務更久 第二就是這遊戲的AI實在太強勁了 我不是只有敵人,而是只有自己有 以我現階段而言,我自己可以同步擊殺3個敵人 同步的 cooldown都是20秒 基本上只可以用AI來清場 那我有甚麼可以做 第三就是遊戲的支線任務的重複度實在太高了 一不就搶車,一不就搶飛機,一不就偷資料或捉人 我都知道打仗都是來不開這些東西 但整晚都偷飛機,聽起來都有點悶 總括而言,我自己覺得這遊戲在近年的4GB 遊戲來說 都非常出色 加上它的自由度高 戰術迷或 Wargaming 迷來說就一定會喜歡 不過如果你是喜歡一些GTA 式的遊戲 雖然 Ghost Recon Wireless 就沒有GTA 的色情形 但它的多變性與娛樂性,我覺得是可以相提並論 如果你自己本身已經有朋友買了的話 不用考慮了,我覺得果斷入手吧 今集的遊戲情報科就來到這裡 記得分享,因為始終我們這些資訊性節目真的要靠大家分享 我們才可以運作下去 我是希治閣,下一集就跟大家分享不同的遊戲資訊 拜拜